与观影中双形 和他同母义父的哥哥组合 相比之下就有一些凄凉落魄 当年母亲因为受不了家暴 愤然出走打算自杀 而就在这时被一个好心人救了下来 并和他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 之后便有了正态 可是他年仅五岁的儿子组合 却仿佛被他连同那些悲惨的回忆 一起遗忘掉了 后来组合的父亲进了监狱 还是个小孩子的组合 不得已便要开始自己独自生活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 他曾经战胜了亚洲拳击比赛的巅峰 拿下了亚洲第一的金牌 如今却成了一个状态不断下降的 过气拳击陪练 甚至没有固定的住处 这天母亲偶然遇见了组合 便强把组合带回了家 迫于生活的压力 组合也暂时按捺出了 那颗对母亲不满的心 住进了两人租的房子里 正态知道自己有了个哥哥后 还是很开心的 甚至把房间让给了组合 可是夜晚睡傻了后 又摸回了自己的房间 两兄弟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睡懵了的正态受到了惊吓 然后脾气暴躁的组合 顺手安慰了一下他 自那之后 正态可以说对组合哥又爱又怕 后来母亲因为有事 所以希望组合能把正态送去弹钢琴的地方 结果路上出了意外 随地嗡嗡的正态被抓了个正招 就这样在警局泡了一天 还交了一笔罚款 后来母亲刚听到组合说 两人今天进了警局 便对他大发雷霆 以为是他做了什么事 还直接说出 你到底是怎么长大的这种话 这严重地伤害到了组合 可是后来和人打了一架的他 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少年时 母亲所受的委屈 后来他消气后 还是回到了家中 并和正态通宵打了一晚上的游戏 知道真相后的母亲回来后 看到睡在一起的两兄弟 觉得极愧疚又欣慰 后来母亲因为偷偷去治疗癌症 所以就骗了两个儿子 说自己要去外地打工 希望组合能替自己照顾一段时间正态 并送他去参加一个钢琴比赛 组合答应了 其实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他并没觉得正态讨厌 反而在关键的时候 会挺身而出 保护这个同母一父的弟弟 在母亲离开的前一天 组合和母亲听着歌 喝着酒 母亲有些话想说 他又怎么能直说 如果他离开 能不能麻烦你去照顾这个 没有血缘的弟弟 即便他没有说出口 两人过往的妓怨 似乎也在久违的相处中 渐渐淡去了 当他无意中发现正态的钢琴天赋后 便打算求因为车祸而结缘的 钢琴天后帮忙看一下 天后因为早年的车祸 心情长久机遇的他 已经很久不弹钢琴了 但是在听了正态的琴声后 觉得无比的亲切熟悉 那是因为正态没有专业学过亲 他只是喜欢看 天后早年弹琴的视频而已 然后就那样学会了 就因为这样 所以他弹琴的时候 和早年的天后一模一样 这让天后起了爱才之心 后来因为内幕 正态在钢琴比赛上落选了 天后为此不惜找上了昔日的老师 痛斥了一番老师的无耻行径 后来有一天 他带着正态去发传单 结果一回头 正态就不见了 这时母亲刚好打算偷偷回来拿东西 正好遇见了回家找人的组合 于是也顾不得自己身上的病情 便和组合在街上找了一天 最后在音箱店找到正态的组合大发雷霆 直接对正态动起手来 而母亲却急忙上前保护住了正态 并大声地责骂组合 情绪激动了他完全没注意 自己因为化疗而掉光的头发 已经暴露在了组合面前 通过房东 组合知道了自己的母亲原来已经癌症晚期 当他来到医院看到前人疼痛 偷偷接受治疗的母亲时 他有无比的悲伤 还有愤恨 刚刚寻找回来的母爱 一转眼便又要失去 而母亲最爱的 最放心不下的 即便忍受如此疼痛 也想恢复健康 只为了再陪伴那个人一段时间的 并不是自己 而是他的弟弟 正态 绝望的组合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砸了正态的钢琴 第二件事是 来到监狱看望父亲 他对父亲说 求你有生之年 再不要出现在母亲的面前 否则我会忍不住 把那些年 你施加在我们母子身上的伤害 一天之内 全都还到你的身上 第三件事 他决定离开韩国 离开这个没有人在乎他的地方 离开的前一天 他来到母亲的病床边告别 说无论怎样 你抛下幼年的我 独自去寻找幸福 这样的事 我真的无法原谅 母亲则说 不要原谅我 如果能重来 我真的想只陪在你身边 而现在 我只想在没有我的世界 你和郑太 即便不用见面 光是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可以牵挂的人 那就很好了 悲伤的组合听完后 还是痛哭地离开了 后来在机场 组合看到郑太竟然要举办音乐会了 原来天后那天找到了郑太 后来都用关系 令自己的老师 必须要给郑太一个机会 就这样 郑太参加比赛时的视频流传了开来 并且也即将举行 自己的第一次音乐会 虽然登上舞台的不是自己 但组合真的为他骄傲 当然他也知道 最会为之骄傲的 一定是他们的母亲 在音乐会的这天 他接上了自己的母亲 一同来到现场 看着在舞台上 尽情挥洒才华的弟弟 不知道为什么了 他再也安纳不住眼泪了 究竟这泪水 是为了弟弟 还是为了母亲 抑或是为了自己 他分不清 只是 心中总是勇气 难言的感动 最后的晚上 母亲抱着懵懂无知的郑太 轻声做着告别 郑太是他此生最后的牵挂 相比之下 组合一定能照顾好自己的 因为除了相信和愧疚 他已经再也无法给组合什么了 组合就静静地坐在门外 守候了一夜 那天之后 组合放弃了出国 或许余生里有那样一个可以彼此牵挂的人 他是你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羁绊 这种感觉还并不算太坏 不可能不是一种绝对 而是一种看法而已 看似不可能的是 自闭症的震态站上了万众瞩目的舞台 经历坎坷的组合 与抛弃自己的母亲 无声中达成了和解 原谅了曾以为无情的生活 所以 如果你有尚未完成的梦 有至今无法释怀的心情 别轻易地对自己说 不可能 我是秦岚 喜欢我的话 可以微博搜索 秦岚的光旅说 或者微信号 秦岚波机 我们下次见 拜